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内的女演员 国家一级话剧演员 宋丹丹与赵本山搭档的小品更是央视春晚的一道娱乐盛宴 在娱乐圈 她颇具影响力 荣誉等深 也算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了 然而 随着原历与演员的诞生护士大战的发酵 宋丹丹 张国立 张紫怡的人设彻底崩塌 是也颇有成就的宋丹丹 在感情生活上却屡屡碰壁 宋丹丹一共有三段婚姻 1986年她与第一任丈夫闪婚 俩人仅仅任13个月 一年后 这段感情已离婚作罢 宋丹丹的第二任丈夫是英达 当时 英达是新纪纵伙伴的副导演 宋丹丹在戏中担任莫角色 俩人日久生情 于1989年7月13日登记结婚 1997年 宋丹丹丹和英达离婚 儿子英八不复养权归宋丹丹所有 赵宇吉是宋丹丹的现任丈夫 宋丹丹36岁生日当天 俩人仅相持28天又闪婚 贴开自己的感情不说 儿子八图的脸情重视让他操碎了心 八图的女友饰演员王伯谷 其表演风格以自然朴实幽默声动作称 俩人感情发展迅速 甚至到了唐坤论嫁的阶段 但是 这段感情却遭到了未来婆婆宋丹丹的极力反对 宋丹丹之所以反对 并不是因为王伯谷的名气小 而是因为他喜欢抽烟的陋习 在媒体曝光的一段视频中 王伯谷一边抽烟一边束肉男友 而巴图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 一言不发 宋丹丹曾经公开大骂未来儿媳妇 离我儿子远点 你配不上我儿子 撇开其他事不说 宋丹丹作为母亲户子心切 有这样的举动也是人之常情 你觉得吗 你觉得吗